就是鬼混嘛 那现在他们条件好了 又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刚才讲了 一个是学生这么大的数量 而且大学的概念期待变了 就以前的大学一上来 你就是人才了嘛 你就知识分子了嘛 以前就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到 我父亲看参考消息 不让我看 我说为什么这个报纸不能看 他说这个是高级知识分子看的 然后我说 我说什么叫高级知识分子吧 原来那个时候定义着高中生 返幼的时候就有说嘛 说全国多少万 高中生以上就算高级知识分子 现在农民啊 辛辛苦苦把家里的小孩 怎么弘扬弘扬 把他弘进了大学 可是大学里边这么大的一个 批量生产人才的地方 根本不当你一回事 博士硕士都不当一回事 硕士硕士一年有几十万中国大陆 所以说这个竞争的 心理内化成他们的这个心理 你怎么办 真是特别 我跟你讲 我特别有感受 就你刚才说的这个金字塔呀 说其实 当然咱们的计划生意也是好的 对吧 但是客观存在的 独生子女的确很有问题 这对大家承认的 就是说你说 这不是独生子女自己的错 对 不是他的错 这个到金字塔 你有没有想到 你不管是宠爱的理由 还是期待的理由 但是你能把它压死 对 你知道吗 现在有些大学生啊 我们平常接触一些啊 我觉得自杀呀 这种心理啊 我开始变得能够理解了 就你知道吧 他这个 他经常走在路上啊 就会有一种什么的 憋死了 就是 他一家不想活了 你知道吗 他是什么憋呢 到底他怎么会觉得 特别憋的气闷呢 因为什么呢 就比如说 好 从小父母亲对你有那么高的期待 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怎么样 他的独生子女啊 他他也以为自己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可是呢 大学一毕业 好 看着别的同学 有的出国留学了 有的到大公司了 自己呢 出国没钱呢 家里没那么多钱呢 那那那怎么办 好像找工作 找不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自己喜欢的事情 自己完全连门都摸不着 是吧 只能去干自己不喜欢的 也就甚至连不喜欢的工作 你也找不着 然后呢 父母亲呢 也没法沟通 你知道吗 也也不理解 也没法沟通 就好像谈恋爱吧 谈一个不靠谱的 再换一个更不靠谱 就简直你知道吗 对他来说 这个生活 反思 这还会出现另一种状况 一种就是 刚才我们说那种反社会 想自杀 想杀人 怎么样 这是极少数 但是有一种现象 会比较普遍是什么 这是全亚洲的现象 从日本开始 日本甚至更严重 就是一种 集体的自暴自弃 比如说日本呢 过去是出了名这个国家呢 是上学很严格嘛 对不对 但现在呢 越来越发现 他整个小学已经开始垮掉了 就是很正常的一个班级 三四十个学生上课 是一半的 小孩啊 小学生啊 上课是不理老师的 自己聊天 散步 追打 然后你问他 要做功课 怎么样 他全部理你 为什么呢 他们的答案很简单 就是反正功课做不完 反正这个事是考不完 反正是总会考不好的 嗯 就是 就是这个压力太大 你给他压力太大之后呢 他就达到一个境界 他反正我是搞不定的 我没办法满足你们的期望的 对 而且这一代人呢 这亚洲的下面 这一整代人是怎么出来的呢 就是因为上一代人生活都很好 就中产阶级父母 或者中国的都市白领 你自己生活好了之后呢 我们的愿望都是希望下一代 维续这个好 或者甚至比我更好 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希望他们来做 所以呢 你就给他的 把自己的东西全加到他身上 对对对 然后这一代人呢 他在想想他的未来更悲哀 为什么呢 他们这一代独生子女 这一代 将来等到他二三十岁的时候 他要养个老人 比起我们 到金字塔 也就是到金字塔 这真是能压死人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在大学教书整天跟学生在一起 我一讲到学生的这些心理问题 都有理由讲 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不在他们身上 就是说你解决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啊 或种种问题啊 问题都不在他们身上 都是在上面的成年制度上面 你设想我去开学生会议 坐满了人 上面很多很多名人啊 有地位的什么所长 什么教授啊 什么坐在上面 那个闷啊 那个无聊啊 我在想 我现在教是十八岁 我要坐在下面是个大学生 我看着上面这些人 口吐破落的 讲那么多的废话 在那里为了自己的权利 背后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 在讲这些 在搞游戏规则 在争一个理事 在争一个什么东西 我还要不要做这一行啊 我还要不要进这一业啊 我这个几十年 我将来就做你们这样的事情 我才不愿意呢 我站在他们心里 看反社会人格障碍 就是说你 你不闷死吗 你还怪大学生闷 你对他看看 你教给人家什么东西 你上面的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社会 根本不用去怪大学生 所以我听过那么一句话 就说这个 你失败的上一代 必然孕育出失败的下一代 就是这样 就是你很多人 你那天咱们去跟王蒙老师 做节目 我就觉得 他就说一句话 说对 你二十年 办了外国两百年的事 但是我相信 你也一定积累了 两百年的问题 就是说 我就觉得心理啊 精神啊 感受啊 你是看不见的 我们现在太多的 就是能看见 眼看见的 看他起高楼 对吧 看他什么 你都看 看见的东西 可是你没想到 在这个过程中啊 这人的这个内心 他的挫败 他的什么扭曲 他根本出发点就错 我前天参加个论坛 教育部来一个人就说 他说现在啊 大学理念 大学精神很重要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 创新人才 中央三身五令 我们要培养创新人才 大学精神可以放一放 等十年 我们创新人才是眼前急需 拜托啊 你没有大学精神 你创什么心啊 开什么玩意 那什么叫大学精神呢 学术自由啊 独立之人格 是吧 自由之人 你没有 你整个都是一个 学术的行政化 都是一个官员化 你在大学里边 这些学生 现在都专营了 入党啊 入团啊 那这个有过 我听说大学 不少学生都是国尔迷 年纪轻轻的 都国尔迷 今天中国就是这样嘛 比如说 你还怪他们什么嘛 经济要搞创业 但是问题是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